介绍第二个章节关于宇宙动物园千奇百态的星系 这里我先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那这幅图呢显示的是一个所谓的漩涡星系 M81中文明波德星系 那为什么称之为漩涡星系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两根非常漂亮的旋臂 那这幅图呢是据一个红外望远镜 称之为CB色红外空间望远镜所拍摄的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呢主要是蓝色 它代表的是一些比较年老的恒星 旋臂上的大家可以看到主要是绿色跟红色 它代表的是多环方向钉跟热的层碍 那这些呢主要是跟年轻的恒星在一起 这是一个比较侧向的一个旋转星系 MU04 那么这个星系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特点 就是有这样一个层碍的环状结构 来看起来像一个草帽 所以呢这个也称之为草帽星系 那这是在光学波段看的 那么在光学波段我在层碍会吸收我的光子 所以你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层碍的暗带 那如果我在红外波段看 用红外望远镜 这个时候呢层碍就会产生辐射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层碍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亮带 那这是一个旋转星系 那这个旋转星系跟前面的旋转星系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它中间呢 除了两根旋臂之外 它中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棒状结构 所以这个呢也称之为棒状的旋转星系 那这个星系呢是为波加座 距离我们差不多是六千万光年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个动画 这幅动画里头呢 主要呢显示的就是这些不同的旋转星系 这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一个称之为草帽星系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旋转星系 大家可以看到这旋转星系的旋臂非常非常多 这是我们的邻居仙女做信息 旋臂非常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这个信息 可以看到这个信息 这是关于我们银河系的一个讲讲的图 那这个字后面也讲到的两个旋转星系 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相互作用形式 那么前面介绍的是旋转星系 那么除了旋转星系之外呢 另外一大类称之为椭圆形系 那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椭圆形系 M87大家可以看到 旋转星系呢 它这个图像看起来非常光滑 就是没有什么结构 没有什么漩涡 没有什么层 整个图像看起来非常非常光滑 那么这个就是旋转星系的这个特征 那这里头呢是一个 目前发现的最大星系称为AC110U 它就是一个旋转星系 那这幅图像呢 最左边就是我们银额系的大小 那这过去呢是我们的这个邻居 那这呢就是前面提到过M87 那最后呢就是这个AC110U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多大 它直径呢是600万光年 那么哈勃 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哈勃 它不但发现了宇宙的膨胀 它还第一次提出了星系的分类 它中央来说把星系分类两大类 那么它用这个图来表示 那么这个图呢看起来像音叉一样 所以也称之为哈勃音叉图 这图的左边呢是椭圆形系 椭圆形系呢按照它的这个椭率呢 又细分为01013141517 那么右边呢是旋转星系 旋转星系按照它有没有棒状结构呢 分为一般的这个旋转星系 就是这幅图像上面 有棒状的旋转星系 就是这幅图的下面 那么这些旋转星系 又按照它的学壁的张九 细分为修写的ABC 那么前面提到的这个旋转星系 还有图圆星系呢 大家可以看它的形状 看起来总而言说比较规则 那么还有一些非常不规则的星系 比如说这个并合星系 它就是由两个旋转星系 发生碰撞之后形成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星系 都有一个长长的尾巴 那这尾巴呢就是有引力的潮汐作用所引起的 那这是一个称之为机环星系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呢是一个旋转星系 周围呢到了一个这样环状的结构 那么它有可能就是两个星系相互碰撞所形成的 那么星系发生并合 是星系形成和演化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过程 然后当前理论认为就是 我两个星系发生并合之后呢 它会从旋转星系变成椭圆星系 这也是认为是大质量椭圆星系 它形成的这个主要的物理过程 那这里呢有一幅动画 就是来大家看一下 两个雄红星系发生并合之后 怎么形成这椭圆星系 大家可以看到两个星系呢 有非常明显的两个尾巴 最后呢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我们所观测的 就是表面看起来非常非常光滑 感谢观看